记者洪瑞琴台南报道,对于花莲地震善款监督委员会召集人张善政,前行政院长提到当时台南0206地震有200亿统筹分配款,台南市政府表示,中央灾害准备经补助是经由市政府进行调查评估,提出重建计划,向中央各相关部会提出重建计划, 经过主管部会的审核后,合并对台南地震的震灾后,公共设施重建补助款,有关200亿统筹分配款当初是一种构想,并未实际执行,此种方式和经费来源并非张前院长所言的统筹分配款,它可能有所误解。 市府统计,截至今年2月28日止,累计算款收入43亿690万9132元,支出继23亿2634万3791元,于对人的位助上,包含民众死亡,受伤位助,医疗协助与生活支持,支出新台币6亿3450万8554元,于对物的补助上, 则包含防射的修复重建,汽机车毁损补助,震灾后危险建物补助等,支出16亿9183万5237元。 台南市新闻处长许淑芬表示,台南0206地震的善款来自各界爱心,市府一直并持最谨慎的态度,以协助受灾民众生活或灾害损失补助等公益性职为使用目的, 并未针对产业提供输扣利息补助,而是针对受灾货的财务损失提供补助与卫助。 市政府指出,永康区维贯大楼,新化区京城银行大楼导, 它或拆除时封锁县内店家因灾害紧急抢救而造成污损及商业损失, 系数受灾户,所以合给每户10万元慰问金,补助继57个商家共570万元。 针对商家营业损失,经市府详细调查受影响商家范围后, 补助民友生产市场身上购物中心摊商为关于新化京城银行周边店家, 每商家合一个月25000元,补助两个月, 共计79家的营业损失补助395万元。 令针对永康区维贯大楼周边商家因为贯大楼倒塌为救灾所需紧急拆除其建物之无时间取出屋内财物, 则比照三栋倒塌大楼受灾民众和发财物损失补助每户30万元。